玩家365频道 我是Elena王立斌 雪邦是马来西亚的大门 它就在雪兰儿洲 那除了机场以外 它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景点 今天玩家365频道 要给你推荐雪邦的八个景点 第一个雪邦的起飞点 雪邦的起飞点除了机场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呢 其实最近他们在机场的附近 建了一个观景台 叫做Anjong Sporter 所以你即使不去坐飞机 也可以在那里观赏飞机起飞 那在这里不远的地方 再往前一点 你就可以看到飞机降落的点 哇哦 你只要把车子停在路边 走在那边就可以感受到 飞机从你头上呼啸而过 慢慢降落的感觉 第二点 日落黄金海岸 这个海岸上有世界文明的度假屋 如果你坐飞机从高空看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棕榈树形的度假屋 而这个沙滩上当退潮的时候呢 有无数的小螃蟹在上面爬行 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说下午有时间 你可以坐在这边欣赏日落 你将会发现这个下午特别的美 第三点 雪邦河游船 你曾经到过雪邦河坐船吗 当你在这边坐游船出去的时候呢 从外面回看黄金海岸 那个感觉非常的特别 而且在这个河上呢 有很多的生态可以让你去观赏 比如说有红树林 比如说有这个水塔 螃蟹 候鸟 等等 而且呢 在这条河上 有很多的小木屋 这些木屋都是属于佛屋 如果喜欢钓鱼的人 你就不能错过了 你可以在那边过夜 钓一个晚上的鱼 第四点 百度雪邦 那在雪邦河 靠近苏埃培内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渡头 如果你从那边坐这个小渡轮 到对岸的话呢 你就可以跨州到深美兰州了 这个景象呢 在马来西亚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含有了 第五点 火龙大地 没想到在雪邦这块大地上呢 种满很多的火龙果 而且呢 有部分的火龙果园 还把这些火龙果呢 做了一些创意料理 比如说火龙果面包鸡 比如说火龙果炒饭 火龙果 火龙果饮料 还有一些火龙果的周边产品 所以呢 你有时间到雪邦 一定要参观参观 这些火龙果园 第六点 新春咖啡箱 原来呢 以前在孙埃培内这个新春 有超过十家的 这个赛咖啡的工厂 而现在只剩下一家而已 而这一家呢 也有把他们的咖啡 做成咖啡产品 除此以外 在孙培内也有一些美食 也有一些做面的工厂 所以呢 有时间 也要到孙培内来 看看这些老行业 第七件事就是乡村民宿 那我们会推荐你 要到这个甘邦邦乎里 来住一住我们的马来民宿 那来到这里呢 你就可以体验一下 我们的乡间文化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马来人的这些文化习俗 也可以体验一下 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我在这边住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棒 因为你可以吃一吃 他们的一些传统的饭 比如叫Nasi Amban 也呢 可以跟他们跳一跳 马来文化舞蹈 玩一玩 马来乡间的一些游戏 第八点 退潮的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 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呢 就是当它在退潮的时候 海水会退得很远很远 所以呢 一大片的沙滩 一望无际 这时候 如果你在沙滩上行走的话 你会发现 还有很多很多的海洋生物 都在沙滩上行动 而且呢 沙滩上的小小的小小的波浪 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大家不能错过的 下一次到雪邦 不要再只是上飞机 跟下飞机而已了 以上是玩家365频道 给你推荐的八个景点 一定有你喜欢的 好 那我们这里是玩家365频道 你要记得订阅 也要按下小铃铛哦